活螃蟹怎么储存 一滴温保存将买回来的活螃蟹重新用绳子绑住 以减少螃蟹的体力消耗 再把螃蟹放在装有冰袋的泡沫箱内 并在上方覆盖一层老草进行保温 然后将泡沫箱放在阴凉的地方 此方法一般能保存活螃蟹7天 2.收养保存 想要保存活螃蟹 就要选择一个内壁光滑且深的水桶 然后注水并将螃蟹放入桶内 注意不能将螃蟹层别摆放 以免螃蟹不能正常呼吸 导致其提前死亡 此外要每天给螃蟹更换一次干净的水 3.毛巾覆盖 把螃蟹重新捆绑后 放在装有水的容器或者盘子里面 并把打湿的毛巾覆盖在螃蟹上方 然后放进冰箱冷藏 注意毛巾不能太干 需要保持水分 否则螃蟹会因干燥而死亡